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活菜园 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用花盆种植的红薯陆续开始成熟了 这也是今年我在后院种菜正式收获的第128种蔬菜 说到种红薯,很多居住在夏天炎热地区的朋友可能感觉并不稀奇 但是像我这样住在加拿大温哥华或者类似气候 夏天时间短,气候偏低的地区 且不使用暖棚种出红薯的朋友确实不多 因为红薯是原产自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作物 要知道红薯地下的快径庞大 需要夏天白天的温度至少稳定在25-30摄氏度 而夜间温度不能低于15摄氏度 就在像我这样居住在温带海洋性气候地区的种菜爱好者 确实是一个挑战 所以居住在夏天短,温度低地区种菜的朋友 通常有一个认知 就是要么超市买来的红薯育不出苗 要不就是即使育苗成功的红薯 种下去也只能吃番薯叶 而地下不接红薯 今天只是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用花盆种植红薯收获的粗略的心得体会 并且给那些种红薯执掌叶不结果实的朋友增加信心 因为我在温哥华这种低温的夏天 已经种植红薯好几年了 通常每年都是可以收获的 今年为了给广大种菜朋友 分享更多在寒冷地区种植红薯的经验心得 所以我特别在地里和花盆里都种植了红薯 并且我也种植了两三个不同品种的薯类 比如今天刚刚收获的红薯 还有在花盆内依旧在生长的紫薯 现在是温哥华这里的9月初 晚上的最低温度已经基本降到10度了 几天后开始白天最高温也不会超过20度了 所以理论上来讲 红薯地下的快径已经不会再膨大了 因为已经成熟的红薯 如果连续在10度以下的低温阴雨天气 长时间不采收的话 会造成烂根的现象 所以我预期会在一到两个星期之内 将其他花盆所有种植不同种类的红薯 加上我地栽的红薯 全部收获之后 再给大家整理出一个更详细 特别适合夏天低温地区种菜朋友 从红薯育苗到采收地下果实的完整全过程和注意事项 以及不同种类番薯生长的习性差别 今天我采收的这些红薯 我把它种在了五加仑的花盆里 通常一棵红薯苗可以接出10个左右的红薯 采收之后 红薯的嫩叶也是可以食用的 通常来讲 红薯理论上是推荐种植在地里 但是阳台盆栽种植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用花盆种植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曾经尝试用过两加仑的小花盆种红薯 答案是可以接出来 但是果实非常的小非常细 依我个人种植红薯的经验 五加仑的花盆种红薯是盆栽红薯最小尺寸的极限 所以不管您是否有院落种菜 使用这样一个花盆种出红薯 绝对可以让您享受到红薯收获的喜悦 如果您居住的地区 夏天的时间较长 温度较高 且夜晚最低温可以稳定在15度以上 那么您绝对可以种出又大又甜的大红薯 如果您对种菜也有兴趣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您对种红薯非常有兴趣 也请您特别留意我在近期内更新的下一个 红薯种植全攻略 以及不同鼠类生长比较的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